张小斐在摄影棚插队 让其他拍摄组白等三个小时 有网友爆料称自己在摄影棚拍得好好的 结果张小斐来了之后临时插队 自己的拍摄进度只能一眼后 被耽误了三个多小时 只不过这件事怎么能怪张小斐呢 第一明星还需要和普通人抢摄影棚 第二摄影棚管理方管理不到位 允许别人超时使用 理应对他们多收费 对手影响的按人家实际使用情况收费 第三爆料称应该找摄影棚管理房 让他们退还部分合理费用 甚至可以索赔 毕竟这个是抢地出租房的事情 我付了费用租给我场地 临时违约难道不退租费还要赔偿损失的吗 跟谁来有什么关系 有很多网友甚至还在评论下留言 认为张小斐火了之后就开始耍大牌了 更是无计之谈 在最新今天的路透中 张小斐出现了机场中 因为粉丝太多可能堵住了路人的路 本来还在跟粉丝说话 他发现之后赶紧指挥粉丝往旁边挪一挪 给路人流出路来 而碰到有网友向他要签名 张小斐也是一点没有架子 基本上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 所谓的耍大牌 摆架子的作风 又从哪里传出来的呢 张小斐身体力行的教育粉丝 不要给他人造成麻烦 粉丝们也努力的把张小斐的教养学到骨子里 估计熟训女方的人都知道 而这次所谓的摄影棚插队事件 与张小斐可没什么问题 说白了就是摄影棚的管理方安排不到位而已